機動市議員排成一排接受 也見識棄毒犬快速聞出毒品氣絲的威力 棄毒犬鎖定有哪個人身上攜帶 微禁毒品就會坐在哪個人的面前 由機動海關人員事先給的訓練用 微禁毒品樣本 先預藏在機動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副議長楊秀玉 以及市議員施偉正 三個人的身上 一下子就被棄毒犬偵查破獲 而如何獎勵棄毒犬棄毒成功呢 也讓市議員們大開眼界 就是和這群肩負主黨非法微禁品 闖關出入境的毛小孩 玩毛巾的拔河賽 另外議長和議員們也了解通關時行李X光機所發揮查氣非法物品的功能 就連藏在包包裡面的槍枝彈夾有幾顆子彈都看得清清楚楚 這是彈甲然後子彈在這邊 手機在這邊 行動電源 這個應該也是行動電源之一或是其他的電器類用 這是藍牙耳機 這是水壺 好清楚喔 也是非常清楚 基隆港每年為國家賺取可關的稅收 光是去年基隆關稅等各種稅收就高達三千多億元 目前台灣有四個關 我們基隆一關在去年客人的關稅就高達八百七十六億 占全國關稅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八 然後我們除了關稅以外 我們另外海關也代增了營業稅還有貨物稅等等 總共兩千七百多億 所以我們基隆關去年的一個收入高達三千六百億 我們只有一千多人而已 所以每個人都是三億男 雖然比那個三兆男還有所差距 但是我們會繼續努力 基隆港務分公司經營國際觀光郵輪和旅客的增長也功不可沒 這段時間其實地中海榮耀號是到亞洲最大的一艘郵輪 我們目前在上個禮拜曾經有五千四百個人登船 這個是破了亞洲的紀錄 這一艘船是到亞洲最大的郵輪 而它在基隆港創下了它在亞洲載客最多人數的紀錄 這個紀錄昨天又再次的被打破到五千五百個人 那各位可以想像五千五百個人在我們剛剛所走過的這個場站裡面要去通關 那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 但是我們有官務長的一個協助 我們上次我們非常非常的緊張 非常的緊張 但是我們把這個工作做好了 因此基隆市議會特地安排考察行程 在議長同志委和副議長楊秀玉帶領 基隆市政府秘書長方定安等人陪同下 到基隆港西岸旅客中心參訪基隆港務分公司以及基隆海關的相關現代化出路徑流程以及氣絲成效 感謝基隆官這個護國神官 也肯定基隆港務分公司經營國際觀光郵輪的成效 期盼市港共榮 誠摯感謝基隆官對我們國家的巨大貢獻 也為國門的執法奉獻良多 我們都知道海運貨櫃因體積龐大 貨物品項眾多且眾多分雜 容易遭到不法分子利用掩護成為走私的管道 基隆官全年無休 守護我們國人的健康邊境安全 去年也展現非常亮麗的氣絲成果 是我們真正的護國神官 再給他們一個掌聲 四港一體才是四港共榮 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我們的基隆官務文件 在四港平台的基礎上 我們共同以市政資源 提供基隆港 基隆官相應的基礎建設銜接服務 也期望四港間的資源更大的互相流通 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確保國家稅收 維護社會安全 及人民健康 我們持續有賴基隆官 還有港務公司 各個夥伴還有我們機關 大家共同來協助 共同來努力 我們現在這個整個西岸 除了我們現在這一棟 歷史建築物之外 72737415 包董 他未來這邊 北側這個地方 要招商也好 或者周邊的景觀改造 我們都會跟他一起合作 市議會也由議長同志偉代表 和基隆港務分公司 以及基隆官交換紀念品 基隆官更致政可以說已經斷貨的 企圖犬寶寶毛巾 讓議員們以及市政府秘書長等人留作紀念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